各位街友们好 欢迎收看意大利快讯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好消息 200欧元通货膨胀奖金最早7月可领 相信在意大利的街友们多多少少都听说过200欧元通胀津贴的事情 在提交申请后 这笔钱最快7月就可以随着工资一起自动到达我们的账户上了 本次发放的针对物价上涨的200欧元奖金是为大量工人 退休人员和失业者准备的 据估计 这将会集3150万意大利人 申请这笔奖金必须填写一份自我证明表格 其信息包含个人数据 税号和雇主名称 而且在表格上还必须确定自己符合获得200欧元奖金的必要条件 其中之一是在2022年的前4个月中 至少有一个月的工资受益于0.8%的缴费豁免 另一个要求是不能是养老金或公民收入的领取者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奖金不需要由雇主支付 而是由印支付 并且 就算同时打了好几份工 这个奖金也只能领一次 这部分人申请成功后 就可以在7月拿到自己的补贴了 然而对于家政工人 季节性工人 娱乐工作者 这类还没有增值税号的个体户 提交申请的条件是在2021年至少工作了50天 并且年收入在2021年不超过35000欧元 必须先向自己的赞助人和印提交申请 后者将进行收入核查 如果审核通过 将在9月自动获得奖金 意大利目前就业情况怎么样 一起来看看 在疫情后期 以及经济恢复的时期 意大利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呢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的就业率急剧增加 比2021年第四季度增加12万 比上年同期增加90.5万 此外 GDP也大幅增加 同比增长6.2% 就这个数据来看 就业率还是十分喜人的 至少看得出来 意大利的经济是在实打实的恢复 在全面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日子过得有盼头 除此之外 人均工作时间也在增加 今年前三个月 人均工作时间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1.5% 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长6.7% 同期 GDP增长了0.1% 不仅工作时长增加 经济复苏的情况下 裁员率也变低了 职位的空置率与上一季度相比下降了0.2% 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0.8% 兼职工作的人数也在激增 总共增加了22.8万个单位 同比增长86.7% 尤其是酒店和餐馆中 很多人工作闲暇之际都会来参加兼职 与就业率上升不同 工资却并没有太大涨幅 甚至略微下降了0.1% 劳动力成本保持不变 社会保障缴款略有下降 米兰证券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一 最近的股市真的是风暴不断 欧股下跌 为了维持稳定 欧洲已经烧掉了2350亿美元 但依旧难掩颓势 亚股崩溃 美股也不容乐观 美联储发布了反通胀紧缩政策 美国央行将于周三宣布再次加息 比特币崩盘 跌破2.4万美元 华尔街进入熊市阶段 对此 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称 美国经济衰退最早可能在明年到来 对于米兰来说 在上周的黑色星期五 PLZR4位股票已经猛跌5% 而6月13日收盘时 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股民的恐慌性抛售 还是导致股票又下跌2.79% 此外 文敦股票下跌1.59% 法兰克福下跌2.52% 巴黎下跌2.67% 总体而言 在这次股票战争中 欧洲已经打掉了了2,350亿美元的资本 而美联储加息也是一手意味深长的操作 这势必会影响各银行在股市上可动用的资金减少 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期希望人们少拿钱去炒股 多搞实业 刺激实体经济增长 缓解通货膨胀